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還記得佳龍在做臺中市長的時候 他最重要的政策是什麼 我覺得臺中人都會被叫什麼 大臺中一二三 這是一條三首線 兩個三大付諸心 你現在還有聽到有人在講嗎 你聽到有人在做這事嗎 沒有 我這樣說沒有 我是說地方沒有 但是中央還是有人做啊 我們交通部長不就臨家了嗎 我們對臺中的承諾 我們的願景 我們都還會繼續下去 市民的選擇會決定城市的命運 2020年未來的命運 也掌握在國民的手上 選蔡英文有一個保證 就是臺灣的主權不會流失 就是臺灣的主權不會流失 民主自由永遠跟我們在一起 好不好 好 好 紐約是這一次我到我們加勒比海的邦交國訪問過境的地方 你還記不記得這張照片 這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 你看後面有兩個大國旗 那紅紅的那一片 也不是五星期不要搞錯 那是中華民國的國旗啊 旁邊有美國的國旗 所以我告訴你喔 這個國旗喔 是不用常常戴在帽子上 這些人是誰呢 這是我們所有的邦交國 駐紐約的代表 因為他們都要在聯合國 有聯合國的代表 所以這是第一次 臺灣的總統 可以進入臺灣的官方機構 在官方機構接見我們邦交國的 駐聯合國的大使 那這個就是一個創舉啦 我們也到紐約的辦事處 有公開的活動 那也接受媒體的訪問 是一個我們美國跟臺灣的關係鞏固的 一個很好的證明 這個是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 亞太小組的主席 超級挺臺灣的 那我們這一次會過境 但也就是因為他這些都是 國會一再地表達對臺灣的支持 這是前所未有對臺灣 美國的國會對臺灣做出來一個 非常非常挺臺灣的姿態 各位看到我有很多的 在加勒比海的好朋友 尤其是這個總理 現在是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之一的會員 就是盛文森的總理 那你想想看 他在聯合國的理事會上可以替我們講多少話 這一些總理們 他們在英國的殖民時代 然後傳承下來的很多的傳統 讓他們在國際社會上 其實他們的發言都是很有力量的 我為什麼要告訴各位 叫做三年有成 因為任何一個改革 而且要讓這個社會 我們的經濟發生結構性的轉變 一個執政者 必須要打基礎 必須要花一些時間 所以我們花了三年打地基 那打完地基以後 從今年初 我們政績是一樣一樣的拿出來 大家已經開始有感受到了 比如說拼經濟 我們今年的經濟成長率的預估 它上修了 全世界都在下修經濟成長率 我們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應該可以達到2.46 而且這不是只有我們講 這個IHS 國際經濟的預測機構也說 也是一樣的結論 今年台灣會是四小龍的第一名 我們經濟成長的態勢是這樣 你要是持續地往上走 那才是真正的經濟成長 換句話說 這是累積性的經濟成長 是真的有成長 我們台商會的確實是驚人 我們到了8月 就是這個月 已經有5400多億 我做總統以後 我們的台灣經濟是這樣順順順順地往上走 所以這是一個穩定的 除了拼經濟之外 我們也拼光光 我們布局全球不再依靠單一的市場 所以 新南向日本韓國的 這個是大幅度的成長 在前一陣子 中國突然說 他們的自由行的旅客是不能來的 可是好像大家也不是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第二天 加隆就宣布了一個方案 叫秋冬旅遊的補助方案 就是要鼓勵我們所有台灣人多旅遊 多認識台灣 各位有空也可以去認識台灣 要記得要往南走 或者是往北走 或者是往東走 我們經濟有成長 我們稅收有增加 國家就有一個責任就是說 那你要把經濟成長的紅利 讓人民來分享嗎 要不然到時候人家會說 你每次講數字都是冷冰冰 人民沒有感受 這一次蔡英文就給你有感受 五月的減稅有沒有感受 五月減稅就是一個超級有感的事情 這是有史以來台灣最大規模的減稅 幾乎每個人都減到了 尤其是年輕人 你會說 你會不會把台灣的財政弄垮 不會垮 我們是一個非常有財政紀律的團隊 我們去年跟前年都有劫獄 我們明年很勇敢的編了一個叫做平衡預算 換句話說 稅入稅出是一樣的 我們不用舉債 這就是最注重財政紀律的政府 要記住這句話 要是有國民黨罵我們亂花錢 你就回答這句話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基本工資一字條 尤其是打工主 我們把時薪條的幅度更高 這一個也是好多人有感的 我不曉得現在你們在做的 有多少人有小孩要上幼稚園 公共幼稚園 現在學費是免的 雜費一個月不會超過2500塊 非營利的 現在不會超過3500塊 加入政府做公共化的私立幼稚園 大概就是4500塊 如果你自己在家裡照顧了 我們還是很貼心的補助2500塊 這件事情全世界的人都在關心 全球三十幾個國家的政府 已經都發聲來挺香港人了 我們一定稱香港 稱香港就是守住台灣 守住台灣 就是守住民主自由 這個最珍貴的價值 所有的亞洲國家 尤其是中小型的國家 就在看台灣守不守得住自己的民主自由 如果守不住的話 其他的國家會說誰是下一個呢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 站在民主自由最前線的國家 我們一定要守住台灣 要守住台灣 我們要稱香港 現在守台灣不是只有國防 因為中國對台灣的滲透是無恐不再 所以我們做了國安無法 來強化台灣的反滲透能量 明年選舉是很關鍵的選擇 那台灣的民主自由要永續 就要選對了 講到這裡 下面就是選舉了 那你們要選誰啊 蔡英文 完全正確答案 但是三年有成 該做的蔡英文都做了 再給蔡英文四年 蔡英文會做得更多 讓台灣脫胎萬苦 讓台灣堅不可摧 好不好 謝謝 大家好 謝謝大家的觀看 喜歡嗎 喜歡的話請訂閱 並且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那我們會釋出更多的 獨家內容的影片 敬請期待 請期待